范例3 光滑水平面上有一个质量为20公斤的物体 起初净值 后来所受水平力和时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则 他要问的是这个冲量 他要问的是冲量 第一小题是这样 那冲量是什么呢 冲量其实就是力作用一段时间嘛 力作用一段时间就是冲量 那事实上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高乘上底 那结果冲量这个角色就是面积 所以其实ft图的面积就是冲量 所以在0到20秒的过程中冲量 我们叫它0到20秒 其实就是400 那单位是牛顿乘上秒 那下面的这个呢 以此类推 在20到30秒的过程中 冲量是-200 所以答案就是400和-200 好那这里也是我们的动量变化呢 事实上就是很多个冲量的加总 可是在20秒末的时候 在20秒末的时候 在这0到20秒的过程中 只有只有一个力造成的冲量 只有一个力造成的冲量 在0到20秒中动量的变化 其实就只有一个力造成的冲量 也就是400 那我们又可以把动量变化写成20秒时候的动量 减去0秒时候的动量 结果会等于400 那0秒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它是静止 0秒的时候是静止 所以一开始的动量是0 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得到20秒时候的动量 就是400 可是同时又等于m乘上v20 m就是20公斤 所以这么一来呢 v20就会是400去除上20 也就等于20 这就是第二小格 再来第三小格 是问30秒的速率 那我们以此类推 在20到30秒过程中 我们的动量变化 20到30秒 其实也只有受一个力 那这个力就造成了冲量 这个冲量就等于动量的变化 会是-200 那所以 p30秒时候的动量 减p20秒时候的动量 会等于-200 20秒时候的动量 就像刚刚算出来了 就是400 所以其实p30 30秒时候的动量 就是-200 -200 那又会等于质量呈速度 所以结果是20v30 所以这样一来v30就是20分之200 所以结果是10 这样子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用以前的想法 以前的想法就是直接用f.ma来算 其实你可以把ft图的f呢 直接除掉一个质量m 那这样它就会变回at图 它就会变回at图了 变回at图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熟悉 at图的面积就是速度的变化 我们画画看 如果说我们就变成at图好了 那本来的力出上20以后应该是1 然后20秒30秒都不变 那30秒时候应该就在-1了 好 所以at图的面积 这一块是速度变化 就是20 那这一块面积是-10 对这块面积是-10 为什么我会知道说可以这样画 其实不难 这个f和a之间其实就是差了一个质量而已 就这样 所以当质量固定的时候 事实上ft图它其实就是at图 那你要这样算也OK 所以它到20秒的过程中 速度增加20 所以一开始0再加20 所以20秒末速度20 然后从20秒末的20呢 再去加上20到30秒的-10 结果就是正10 通过了1 2 5 6 8 9 7